大家好,今天我们会介绍我们其他的学员 还有听听他们对这个课程的想法 之前我就已经对洞穴很感兴趣 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哇,好神奇 大自然是这么美妙的一样东西 所以我觉得沉船有很多很多的历史 哇,几百年前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了 比较喜欢探索位置 是OHB和CAPE1的一个课程 那他会教会我们如何在水下和队员之间保持高效 和比较好的一个连接互相的沟通 OKRO也会做很多的故障排除的训练 让我们的潜水变得更加的安全 是为了具备每一位潜水员 在还没进入洞穴与沉船潜水之前的必经的课程 技术跟本领包括排除故障 还有怎么铺线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装备的了解 还有团队之间的默契 在莫名的情况下怎么与团队一起沟通回撤到上升线 在最安全的环境 训练我们面间掉了或者是气没了冷静 来解决问题 很精心设计的一个课程 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教官会有很精心的计划 在什么阶段他会给你什么样的障碍 还有怎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 他会观察个人还有团队的配合突发状况的话 怎么把这些风险排除掉 每一个浅我们都有一个分析 船船爱好者或者是洞穴的爱好者 这个课程对你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技术潜水的过程中 因为很多的故障会直接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那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 那才可以保障我们的生命的安全 你如果没有在开放的水域练好这些技巧的话 一旦我们进洞发生了问题的话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按照合理的步骤 合理的次序去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提高对潜水的领域 还有提升自己的潜水技术 通过的训练之后呢 我们能够很好的关注自己本身之外 关注你的队友帮助他 或者说帮他排除一些问题 去年前水的时候 其实真正碰到了我们就是 老师帮我们我们设置的一些问题 碰到了相应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正好也是上过这个课程 所以也知道怎么去解决 这也真正的让我体会掉 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 是真正跟我们的安全息息相关的 团队的互相了解都很重要 我们进入成组织 我们必须出现成组织 更多的提升吧 也会看到自己的不足 慢慢通过几天的训练 我们已经可以 没有能监督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可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这个是我第三次接触到OHP 第一次是这个课程很辛苦 所以第二次呢我比较轻松 也懂了怎么应付突发的那个情况 这次我第三次来到这个 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我觉得学习了很多东西 如果我的儿子要参加 我也会鼓励他们来 肯定是值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团队 也是要有团队的沟通 团队的精神 这种东西都很重要 看他们排除故障 还有发挥团队精神 其实是很棒